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的模糊查询 那这节课呢 还剩下最后一个 也就是我们的逻辑算符 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查询条件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在完成用户登录的时候 是不是要求用户名为你的用户名 并且密码是你的密码 这时候才是登录 如果都正确的话 这样才叫登录成功 那现在呢 必须两个条件都为真 那你会想到 我们用什么运算符啊 对 并且 在PRP中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逻辑运算符啊 同样的 在MySQL中也有 来看一下 你可以使用常用到的这个and 或者是all and呢代表并且 all呢代表或者 但是呢 这个和我们的一个PRP中 还稍微有点区别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想查询一下什么呢 查询一下用户名为king 并且密码为king的用户 查询用户名为king 并且密码为king的用户 这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的and select信号fromCMS的user 条件是username等于king and password也等于king 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只有这两个条件都为真 结果才叫找到了 才代表是我们的用户 那如果要为假的话 代表找不到 当然我这个密码没有加密 那现在呢 我再来写要求 我想查询什么呢 查询 编号大于等于 三的 并且年龄 不为空的 none的用户 那这时候你就需要写了 select信号fromCMS的user 条件是where id大于等于三 and 谁呀 年龄不为none age is not none 来看一下 也查询出来了 那接着我们还可以再写 假如说你在有 你说用户名 或者说proid 为几的 为三的 这样的形式也可以 好 我们再加一个条件 在此基础上 并且 并且proid为3的用户 select信号fromCMS的user 条件是id大于等于3 andage is not none and写上一个proid等于3 只有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 才能查询出符合我们要求的记录 你看到刚才有这么多 当你又加了一个条件的时候 结果就只剩下两条了 那现在我再来写上一个 查询 把之前学过的也用一下 查询 编号在5到10之间的用户 的用户 并且 用户名为三位的 或者为四位的用户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 信号fromCMS的user 条件是编号在5到10 你可以写大于等于5 并且小于等于10 或者可以用我们这种范围 whereid 北吨5 and10 接着呢 并且用户名为四位 username like 四位 1234 四个下滑线 这时候你再看 查询出我们想要的结果 都是四位的 那接着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现在我想查询什么呢 我想查询用户名 以章开始的用户 或者是用户所在省份 为1的用户 或者为2的用户 那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这不代表并且了 要求或者 或者呢 就是把任意满足条件的记录 都查询出来 查询 编号 为 查询用户名 以章开头 或者用户 或者用户 所在省份 为2的用户 的记录 select 新号 from CMS的user 条件是 username like 以章开始 章 百分 或者 或者什么呢 写成一个 poid 为2的 为2或者4的 那接着你可以用到 in 2 逗号4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你看到 只要符合我们条件的记录 它都会给你查询出来 第一条 用户名姓张 但是它poid 不在 2和4 但是满足了我们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姓张 它也是2 第三个 以后的记录呢 都是2或者4 省份在2或者4这种情况 这是我们的这个 and和out 并且 或者 这个呢 以后我们也经常的会使用到 所以说这一块呢 大家也要把它列会 那现在你看到可以作用我们well条件的时候呢 这么多 像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指定范围 指定集合 匹配 模糊查询的 是否为空值的 包括我们的罗进算符 and或者out 接着呢 还有这种xor啊 或者是取反呀 用的比较少 这种形式用的比较多 所以说给大家讲的 我们的well条件 下来之后 学完这么多之后 大家自己来写一些条件 把能用到的这些 都用进去 自己来尝试一下 需要多写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